台中区农业改良厂 民国十三年合并为台中周立农事试验厂 民国三十九年改组为台湾省台中区农临改良厂 直属农临厅 于民国四十九年及六十一年 先后修改组织章程 定名为台湾省台中区农业改良厂 厂址设于台中市向上路 民国七十三年签厂到彰化县大村乡县址 面积五十六公顷 另在南投县设有埔里分厂 面积十六点七公顷 民国八十八年改立行政院农业委员会 负负负责推动本省中部地区之农业研究改良及推广工作 民国九十一年十一月一日 是台中区农业改良厂建厂一百周年生日 为了庆祝这个特别的节日 本厂举办了一系列庆祝活动 不仅邀请各级长官、贵宾、农业先进 更邀请退休同仁回厂参加百周年庆祝活动 全厂一片喜气洋洋、欢乐融融 场面令人倍感温馨 厂庆当天由厂长陈荣武博士 致欢迎词揭开序幕 各位贵宾、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好 非常高兴今天各位逆臨 我们台中区农业改良厂 首先我在这边仅代表行政院农业委员会 台中区农业改良厂欢迎各位回到改良厂来 一般年是一个很长的日子 也是值得庆祝的日子 本来我们是想照往年往历 就是只有我们本厂的同仁一起来亲自就可以了 但是后来想想今后再有了一百年 以为在座的各位大概都没有时间都没有机会参加了 一百年来多少台中区农业改良厂的同仁 那么努力持续这样的一个机关 也让改良厂一天一天的壮大 豐瘦的成果 偏激了国内外的农业生产跟农业发展 也使得台中区农业改良厂成为建计国际性的机构 每年内都有稀稀多多的国内外援手 我们必须努力让他继续花扬光大 接着由陈厂长与贵宾们共同切蛋糕 祈求台中区农业改良厂场场运昌隆 随后展开了各项热闹的庆祝活动 下午是本场同仁的趣味竞赛 有两人三角抓泥丘 以及八人九角接力比赛 参加人员无不精神抖擞 势在必得 比赛不但激烈 而且紧张又有趣 大家玩得人仰马翻笑声连连 充分表现出团结合作的精神 更拉近了同事间的距离 输赢倒是成了其次 大家快乐开心地过了这特殊的一天 新逢台中区农业改良厂建厂100周年 本厂特别举办了农业科技研讨会 农业经营管理研讨会 台湾地区有机农业产业发展研讨会 以及农特产品展售活动 农业科技研讨会 于91年10月31日在本厂大礼堂举行 首先由陈厂长主持开幕式 接下来由推广课长高德征博士 做专题报告 讲题是前进非洲 国际农业合作之策略 报告后接着播放由本厂自行制作的前进甘迪亚 协助倒作增产策略录影带 供全体观赏 本次研讨会分为四个部分 共有16篇论文发表 农业经营管理研讨会 于91年11月7日举开 共发表了九篇论文报告 分为生产管理与组织运作 财务管理与经营分析两部分 本厂于11月9日10日两天 在台中市八起重画区内的假日市场 举办91年度台中地区田市与国产品牌水果 技农特产品展售会活动 来落实成果发展 大会首先由台中市农会 封了家政班的班员 所组成的队伍 表演股市迎娶仪式民俗活动 开启展授会的序幕 本次展授会摊位 分为台中地区农特产品区 农村妇女开创副业 甜妈妈区 手工艺品区 展示区与品尝区等 在台中地区农特产品区里 有甜市 甘吉 葡萄 巴勒等国产品牌水果 及花卉与杂粮特作等 在甜妈妈产品区 在甜妈妈产品区里 各式美食点心 不时飘来阵阵香味 让人看得口水直流 肚子不禁也咕噜咕噜地叫了起来 在手工艺品区里 手拉胚的DIY制作 让许多小朋友看得目不转睛 爱不释手 布染DIY制作教学 也吸引了许多妇女认真的学习 希望也能做出漂亮的作品来 在展示区里 设置了甜市看板 供参观者认识甜市栽培过程 进一步了解国产品牌水果的特性 大会并备有免费花苗赠送 供来宾带回去布置美丽的家园 在品尝区里 常常是大牌长龙 就为了吃吃由台中市农会 所提供的肉燥饭及蚂蚁面 品尝过的民众总是赞不绝口 本次台中地区甜市与国产品牌水果 继农太产品展售会活动 人潮不断 几乎是人手一代 各摊位贩卖成果还算不错 使得本场所有工作同仁 顿时忘却了几天来的辛劳 台中区农业改良厂 从民国80年至91年间 为了促进农产品分级包装及品牌建立 于台中都会区共办理了19厂次的农特产品展示展售活动 协助农友促销农特产品 以增加农民收益 本场于91年11月29日 举办台湾地区有机农业产业发展研讨会 也是台中区农业改良厂百周年庆活动系列中的最后一项 共发表了11篇论文报告 与会人员包括各级长官 贵宾 农业先进 及相关农友等近300人热烈参与 在世界贸易组织的规范下 台湾农业受到了不少的冲击 传统农业视为 要朝向现代化、精致化、观光化的农业发展 不仅要生产具有竞争力的高品质农产品 还要有企业化的管理及行销手法 本场同仁秉持研究农学 革新农业 改善农民的生活 与促进农村建设为宗旨 定期编译台中区农业专训 农情月刊 农业技术专刊 农推专训 家政食谱专刊 制作农情报导录影带 以及继续为台中区内农民 解答农业疑难问题等服务工作 累积前人的经验与研究成果 更结合现代化时事与科技 努力不懈默默地为台湾农业提供卓著的贡献 一路行来步步艰辛 在本场百周年庆的一系列活动中 特将近年来的成果 做以呈现与回顾 希望未来台湾的农业 能在国际化 自由化 精致化 与科技化的潮流中 落实生根 永续经营 谢谢观赏 感谢观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